一位主辦的國長蔡先生 蔡先生我想先請問 就是財塘公司 貴公司今後 推往農業機械操作 還有什麼更遠的計劃沒有 我們有打算 將來是 單獨在這方面 能夠一貫機械化作業 所以萬一這個財塑機 我們也可以將來 可以引進比較小型的 對這種方面來應用 還有其他我們有大型的國族 從整體開始 一到最後都可以替農民服務 我們可以看見 現在在這個現場上 參加工作的 除了這個車輛 和這個收割機器之外 農民幾乎是沒有 有兩三個只是在這裡 收拾這個現場 好像收拾場 掉下來的甘蔗 那麼我想請問 這種方式 除了收獲甘蔗之外 其他的農工 有沒有希望能夠 用同樣的機器來代替 可以 我們將來可以 有研究聯合農機 可以來支援農民外面 那麼除了這個收穫之外 關於這個 甘蔗方面 是不是 各公司也有這個 機械操作的這個 計畫 或者是有這種 目前有這種工作的項目 有 我們公司有一個 代根服務 替農民服務的 我們有很多的 大型的這個營機 可以替農民服務的 我們也是每一年這樣做的 所以將來我們會過大做 好 謝謝 謝謝